大家好,我是杰西 今天要跟大家看的是 Due To 跟 Because Of 的不同 好,刚好有人问到 然后杰西就去查了一下 那其实你假如对于两个字的用法 你觉得很相信不太能分的时候 有时候其实是没什么太大的差别 那这两个字呢 差别跟没什么太大的差别 等一下杰西说 Due To 跟 Because Of 你一起打上去Google 的话 好,就会出来蛮多解释的网页 好,假如你想看的是英文的话 你可以打The Difference Between Due To and Because Of 这样子出来的大部分就是英文的网页 好,你要找 The Difference Between Something and Something 这样子,哪个字间有什么不同 好,那杰西又看了一下 找Reader's Digest 读者文在里面的 比较简单的解释跟大家说明一下 Due To 的话呢 这我们把它看作形容词片 形容词就是用来修饰名词的 所以The Delay Was Due To The Storm 好,这个延迟是因为 都会暴风雨的关系 好,这个Due To 修饰的是这个Delay 那Because Of这个解释词片 它用来修饰动词 什么意思呢 你看 The Prime Was Delayed Because Of The Storm 好,这个 Because Of 修饰的是这个动词Delay 所以 形容词 形容词 修饰名词 介细词片 修饰动词 这个是形容词片 修饰名词 介细词片 修饰动词 好,大部分你看到的例子 好,对比 多看一些对比的例子 就会比较容易理解 The Cancellation Was Due To Rain 好,这个 取消是因为下雨的关系 好,这个Cancellation 取消 所以这个Due To 就是你前面这边用的是名词的时候 好,你后面用的是Due To Again Was Cancelled Because Of Rain 比赛被取消了 因为下雨的关系 这边有被取消 所以你这个Because Of 是用来 讲什么 Was Cancelled 这样子 好,所以这个Due To Cancellation Because Of Was Cancelled 这样子的 不知道答案吗 比较理解了 The Business Value Farure Was Due To Poor Location 好,这个 这个生意失败了 是因为呢 地点不佳 所以失败 Farure 用Due To去修饰 但是 The Business Failed Because Of Its Poor Location 这个 事业失败了 生意失败了 因为这个 动词 修饰动词 所以用Because Of The Traffic Chain Was Due To An Accident 好,修饰的 这个Due To 看得出来 修饰的是Traffic Chain 交通阻塞 好 The Traffic Chain Happened Because Of An Accident 好 交通阻塞的发生是因为意外 这样子看到这边大概有点理解了 Due To修饰名词 假设你是用动词的用法来讲的话 就用Because Of 另外来讲的话 Due To 好 朗文字典上面有解释说 Due To 是比较正式的 好 Because Of 是比较口语的 那解析自己多半是用Because Of 好 那有些文法专家就说这个规则其实不存在 可以 互换的 就是比较新的 文法词 因为语言会一直一直变 可能以前是这样 但是现在大家都互相混着用 所以也可以 所以基本上你要把Due To 跟Because Of 用 也可以 在口语的话 一般都会讲的比较多是Because Of 而且你有没有发现 像我杰西自己就发现 这个Traffic Drain happened because of an accident 这是杰西会常用的用法 第七个这个用法我比较不会去用 因为我会觉得 我现在会讲这个事情的发生 然后原因是什么 有时候可能是用 because后面加注是加动词 把它写成一个 副词字句 有时候它后面是一个名词的时候 我就用Because Of 这样子 不过呢 假如你是要考试 或者是说 有时候考试它可能真的两个出来 Due To 跟 Because Of 给你选 那这个时候你就 要知道说 要该怎么选 然后在写作的时候呢 你觉得比较不要出错的话 你也可以照着这样子写 好 那有些文法专家说这个规则不存 不存在 比方说杰西就找了一些剑桥字典 剑桥字典里面的例子 那我们来看一下 The bus was delayed due to heavy snow 公司延迟了因为 大雪的关系 好 这个Due To 这边刚刚照我们刚刚讲 was delayed 修饰was delayed 不是修饰 动词吗 不是应该用 Because Of 吗 但是字典里面他用的是 Due To 你说字典错了吗 不是 现在大家都会 也会这样子用 The game has been cancelled Due to adverse weather conditions 比赛被取消了 因为恶劣的天气状况 这里也是一样 Being cancelled 感觉应该要用 Because Of 对不对 但是其实都还是有人这样用 There were so many people in the shop Because of the sale 好 好多人在商店里面因为 拍卖 可是这个 So many people 这个不是应该用 Due To 吗 好 杰西觉得 就是像刚刚讲的 你就知道大原则 Due To 一般我们用来修饰名词 Because Of 我们一般用来修饰动词 但是呢 你看到不一样用法的时候 你就知道 现在 也有人都互换了 都可以 把它当作 Interchange 两个都可以互相使用 这样子 好 那今天Due To跟 Because Of 的用法就先解释到这边 有问题的话 欢迎留言 谢谢大家收看 喜欢的话 欢迎按赞 或订阅 或者分享 下次见了 拜拜 拜拜